今天我们做一个气球的蝴蝶造型 260长条 先给它拉伸一下 然后给它充气 大概后面剩一个四指宽的距离 我们先把这个去压一下 把它压匀一点 首先我们做一个大概 两指宽的小炮 然后我们做两个 大概15厘米长的单炮 把对折过来 然后把它交叉到一起 做成这样的形状 然后把这两个单炮从中间 对折下去 把它交叉到一起 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在后面大概留一个 四指宽长的单炮 把气压一下 要均匀一点 然后把气球叠过来 跟前面的这个单炮 折到一起来 做成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拉伸一下这个气球 找到这个环泡气球的终点 这样子 然后转动一下气球 这边有点多 把它从中间对分开 然后再把它叠过来 叠过来 这样子 把它交叉到一起 先把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接着我们用刚才剩下的气球 拧一个鼻子般宽的单炮 把剩下的气球 绕过 把它绕过这个位置 做成一个像这样子一个耳垫一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在这边 再做一个相同长的 相同大的单炮 反向绕过 这边 然后把这个耳垫多绕它两次 捞住 捞得更紧凑一点 把后面的耳垫也是 这样 捞住 最后我们调整一下气球的方向 把油切成一切 放入 这边 这边 放入 水 放入 倒入 最后 我们把把鸡蛋 取得更紧净 切成 鸡蛋 放入 锅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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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一根长条西球做的蝴蝶就制作好了